在戶外大自然的清新空氣裡 親友齊聚祝賀見真愛情 這如國外班迷人浪漫的婚禮形式 是目前如天香這家休閒農場業者主打的營運企劃 由於受疫情影響 餐飲業宴會等經營出現困境 如今隨著疫情趨緩 在地經營花卉休閒產業的天使花園 開始把重心放在戶外婚禮 希望結合在地小農及花卉等元素 促進產業共好 本身像我天使花園來講 我們就是以戶外婚禮為主導的一個設施 那我們戶外可以300人 那室內可以80人的這樣的防疫規定 那加上我們的隔板這個方式 其實非常適合現在開始來舉辦 做婚禮考量的一個新人們來做選擇 那在天使花園去做戶外婚禮這一個區塊 當然會搭配我們本身的強項 就是我們的花藝布置這個區塊 強調做一場婚禮包含了場景搭建 捧花 食材料理 親友小禮品等規劃 就無形中連帶著協助在地小農 花農 行銷 自家產品 事實上在做婚禮的同時 每一個新人都希望是一個最美麗的一個moment 那大家可以在這樣子的一個消費的同時 也可以幫助我們在地的一個花農 幫助我們在地的產業 那事實上這一波疫情 我想全國的餐飲業受影響非常大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戶外婚禮的一個舉辦 讓我們慢慢從疫情之間付出回來 無論是各式花卉布置 再到美味的料理食材 甚至客裝特產都能透過婚禮做另一類的行銷 希望有結婚考量的新人可以參考洽詢 一起幫助產業發展 屏東新聞不聽張志豪 採訪報導 早安!